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军中同志 你是宣传干事 别人散布流言蜚语 你要抵制这些谣言 你怎么也能跟着他们一起瞎嚷嚷 政治觉悟哪儿去了 郑伟 像团长这样的英雄说自杀我也不相信 但是我怀疑团长的死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 我怀疑团长是被别人打死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离开的时候团长伤在下身 可团长却死于胸口的相伤 也许你走了之后团长又受伤了呢 这不可能了 在团部领导最后宴看团长遗体的时候 我也在场 团长胸部伤口 灼伤面积很大 显然是近距离 甚至是顶在胸口射击的 郑伟 周汉娃同志讲 他看见团长用油娃子那把汉阳灶自杀的 这件事情你和什么人说过 没有 我觉得这里有问题就来找您了 黄正东同志 你这样做非常好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再和任何人说 是 汉娃子在哪 在他们连队 汉娃子 也在他们连队 还没有醒过来 小张 到 黄监事 你和小张把一号娃子带到我这儿来 是 等等 千万不要闹出什么动静 明白 哎 华干事 你们俩都在啊 对 到尾让你过去吧 不咋事 我去了就知道 是不是有任务了 到底啥事 他搞得这么神秘 能不能跟我说的 来 先喝点水 汉娃子 身体恢复怎么样 报告 政委 我随时可以上战场打鬼了 嗯 周汉娃同志 我有一个严肃的问题要问你 你要据实回答 啥问题啊 周团长怎么死的 政委 周团长是自杀死的 胡说 你是个老革命啊 跟了团长这么多年 现在还敢胡说八道 诋毁团长的名誉 我没胡说八道 团长就是自杀死的 就还了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扰乱军心 我就一枪毙了你 听见没有 政委 我就没有三感说 周团长自杀 你亲眼看见的吗 那都没有 可是 没可是 没有看见 就不许乱说 这是命令 听见没有 好了回去吧 好好休息一下 记着 管好自己的嘴 是 黄干事 是不是你在告我的状 我没有告状 我只是向上级报告我的怀疑 怀疑 你怀疑是 我怀疑周团长死的不明不白 你啥意思 啥叫死的不明不白 我看是你这大嘴巴的三骨小眼 我再说一遍 管好你自己的嘴 否则军阀出去 是 你也管好你的嘴 赵伟 我看这件事 是不是还要 你先回去吧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周说过 我们是踢着自己的脑袋打小事吧 老周是好眼 他们学不会白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高 来 坐一坐 正位 现在战事们中间 有些人议论说 团长是自杀死的 老高 你做了很多年老周的副属对他非常了解 那可是铁硬硬的汉子 对不对 是 可我觉得这件事啊 有些地方不大对头 当初我看到老周的遗体 我就觉得辛苦的伤不大对劲 当时挺伤心的 也得要多想 既然没多想 也就不要再多想了 我是不想多想 可不想不行啊 现在 战事的思想情绪波动很大 很不稳定 四下里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又说团长是自杀的 又有说团长是被杀的 这个部队的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依我看 这件事要不搞明白啊 往后这钉 没法背 正位 要不 咱们把魏勇娃和周海娃叫来 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看 在这儿 把魏勇娃和周海娃带来 是 放开 你老实啊 别动放开 放开 放开 走 谁让你把 你弹路会这么回头 确定是知道 走 走 报告 正位高森长 油娃子汗娃子带到 带进来吧 是 带进来 快点 正位 森长 老实去 咋回事啊 谁让你们保证的 啊 快松开 哦 谁让你们保证的 好了 你下去吧 是 你们俩给你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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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给周团长多少年了 差不多有八年了 差不多有八年了 你觉得周团长这个人怎么样 啥怎么样 高团长 你跟周团长好几年了 周团长是啥人你还不清楚了 那还有我说呢 我就想听你说 说就说 周团长是个硬汉子 对敌人很对同志心 打仗的时候 从来都冲在前面的 要不然周团长也死不了 周团长还救过好多人的命 连政委的命 都是周团长给救下来的 大马子 如果有人说团长背叛了革命 说团长是革命的懦夫 你怎么看 是王八蛋才会这么想的 谁他娘都胡说八道 老子出去一枪毙了他 那你怎么说团长是自杀的 团长本来就是自杀的 团长说他不愿意成为革命的累赘 团长腿被打断了 根也伤了 政委啊 团长说老爷们最怕伤根了 那老爷们一伤根 那就成废人了 就没法活了 团长就这么说的嘛 有话题对不对 团长就是这么说的嘛 好好好 我来问你 团长说的话是你在上吗 对啊 我在上了 你说团长是自杀 团长自杀的时候你也在上吗 那没有 我出去找吃的去了 有话题告诉我的 当时枪响的时候我都听见了 有话题 汉王子说的都是事实吧 有话题你咋了你 你说话呀你 你告诉他们团长不就是自杀的吗 哈娃子 知道自杀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性质 自杀咋很有性质 哈娃子 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这么幼稚呢 自杀对于一个革命者 一个共产党员来说 说清了是懦夫行为 是胆小鬼 团长他可不是胆小鬼 团长的勇敢是出了名的 你们都知道 说中了 是放弃革命 背叛革命队伍 自决于党和人民 知道吗 这不可能 团长咱们背叛革命了 他娘的 谁还在这家 走啊 如果你坚持认为周风山同志是自杀的 那就是最后结论 周团长就不能被授予烈士城堡 咋会成这样呢 咱会成这样呢 弄了 你告诉他们啊 团长没有背叛革命 啥都别说了 微妙啊 团长死的时候只有你在场 你要向组织说清楚 团长究竟是怎么死的 汉巴说团长是自杀的 你怎么说 魏勇娃 你怎么不说我 我提醒你魏勇娃 保持沉默解决不了问题 这件事你必须向组织交得清楚 说 老高 魏勇娃同志身体还不好 让他回去再休息休息 咱们今天先这样 就完了 回去好好想一想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关系到周参长的声誉和部队的战斗士气 明白吗 小张 到 带他们回去休息 是 走吧 这位 我到各院去看看 好 他娘子 就是那个姓黄的 挖啦挖啦挖打小报告 就他跟郑伟说 传讲死得不明不白的 开门 开门 等老子出去 我非把你姓黄大嘴巴给他缝上 余娃子 团长明明就是自杀的嘛 那咋就变这么复杂了呢 你说要你的话 腿背打断了 根也没了 是不是你也不想活了 是不是 反正要是我的话 我就跟小姐闻鬼了 同归不进 可当时 当时团长是打不了战会 他 余娃子 团长平时老夸你 做事聪明有脑子 你跟我说说 那自杀咋就能算背叛呢 那咋就能算投敌呢 我就搞不明白 余娃子 你说 如果他们说团长自杀 不给列式称号 那是不是咱俩把他给害了 是不是 你说话你啊 行了行了 让我再想一想吧 那还有啥可以想的 我想不明白 自杀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自杀对于一个革命者 一个共产党员来说 是懦夫行为 是胆小鬼 是放弃革命 被探革命队伍 自决于党和人民 你 你说我们团长 到底是不是自杀 当然不是了 周团长啊 是最有感的战斗英雄 他是可能死在战场上 怎么可能自杀呢 那你说他到底怎么死 当然是鬼子打死的了 以我看啊 才不是呢 那你说他到底怎么死的 反正啊 不是鬼子打死的 想想 这个窩 你说我们一天到晚 躲在这破深山老林 要吃没吃 要喝没喝 连团长都那么个下场 我们啊 还不如直接杀的小鬼老巢 凭个你死我祸 塞死个痛快 是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射头 你说我们这种 大德国是什么 谁知道 连他哪 都放你干净的 放你娘子屁 你那上戏革命的 再你娘子胡说八道 狼子出去 一抢一个屁了你们 黄卡哲 谁让你们俩乱议论的 啊 扰乱军心 是要受军阀处置的 是 黄卡哲 我们只随便说说 这事也能随便说说吗 啊 把你们俩大嘴巴给我管好了 不要在战事中造谣传谣 听见没有 是 姓黄的 你猜的大嘴巴 你把你自己的大嘴巴管好 团长没有今天 都是因为你再乱打小报告 你等老子出去 你看我给你算账 提高警惕 注意警戒 是 姓黄的 老子出去我非把你那张 瓦瓦瓦的大嘴给你缝上 狗团长 别喊了 黄卡哲已经走了 黄卡哲已经走了 爆 进来 众伟 有些情况我要向您报告 老黄 先回去吧 让我一个人进行 睡 来人啊 来人啊 不是 到警戒正尉 我有话要说 有话要说是吗 是 政委 事关重大 你要想清楚 政委 我都想清楚了 我承认 团长是我杀的 你记吧 胡说八道你 政委他完全在胡说八道 他这两天一直不说话 一定是脑子打坏了 他 与我 说这话是要负责任的 明白吗 我明白 政委 当时 当时团长伤得特别重 再说在废区 也没有办法给他医治 他的伤感染都越来越严重 我这实在不忍心 看他 看他当那么大的罪 我就把他打死了 政委 情况就这样 胡说八道 我亲眼看见了 你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 那你就看见啥了 我看见团长把那把汗药 顶在自己胸口上 你亲眼看见团长拿枪了 那没有 你看见团长把枪 顶在自己的胸口了 你把枪明明顶在团长胸口的吧 你要杀了 咋会把枪顶在胸口上 你看这团长口发气了 这个我没有 这不就完了 汉娃子 其实你当时啥都没看见 你进来的时候团长已经死了 对不对 政委 汉娃子他啥都没有看见 他说的话不算 不行 这个结论必须要有说服力 现在下面的干部都窗开了 说团长是自杀的 要是上级也知道了 会对我们团是个什么印象 要是战胜们也知道 他们的团长在前线自杀了 战胜们的心里会藏下 这个英雄团还能打赢仗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这个结论 丝毫没有让人怀疑的地方 政委 我说的真是实话 当时 我 汉娃 你就别再这样了 信不信 汉娃子 汉娃子你咋了你 你什么脑子打坏了你 你咋了你啊 汉娃 你好好的回想一下 有一次团长想要 想要自杀 是我让你把他的枪夺去的 是不是对 对对对 当时我正在睡觉呢 我听到有人自杀了 我还以为日本鬼子摸进来了 我起来一看 是你跟团长争口那把枪 对 团长当时就想自杀了 你要想杀了 你咋会把枪给了他胸口的杀了 对啊 那团长 团长伤这么重 腿都打坏了 他手里又没有枪 你说他咋能自杀 再说打死团长的枪 是我的 他咋能拿走我的枪 我怎么知道啊 汉娃 咱俩是一起参加革命的 我知道你这都是命令我好 可是你别忘了 咱团长不是脑种 咱动力团不是脑种团 你咋了你 你咋会杀团长啊 你别哄了 你脑子有问题 这位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小郑 小郑 到 带游娃子回去 是 汉娃子 这位 我们必须要统一认识 我说了 所以我都会批过 我说了 很可怕 leave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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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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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汉娃同志 我想不明白 我真是想不明白 汉娃子 想不明白可以慢慢想 但这次事情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上级责令我们尽快查明事情的真相 做出结论 稳定军心 可汉娃子他也 汉娃子 我再给你提个想 你是一个共产党员 一个革命军人 想问题 办事情 都要从大局出发 没错 汉娃子是你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这些年来给你帮助很大 但是私人情感 代替不了革命原则 这件事情是一次考验 我希望能够站稳革命立场 郑伟 那油娃子呢 你们要咋处理油娃子 我相信油娃子打死团长的初衷 是为了团长好 但是事情的后果是恶劣的 事情的真相一定要公布出去 这样才能够平息谣言 凝聚全团的战斗力 油娃子可以先接受检查 等打完了这一战 我会想办法的 中尉 那你可得保证啊 事前过后把油娃子放出来 他是不会背叛革命的 我知道 我心里有数 好的 签字吧 我心里有关自己的 我心里有了 我心里有关自己的 有点 多久 我心里有关自己的 郑伟 那你可得保证啊 好了 我们明天要召开全团大会宣布这件事情 同时还要宣布一下人民 这是周团长牺牲前做出的决定 由你和优娃子到三连去担任连长和制度员 现在你自己去吧 魏优娃 不但没能救助周团长 反朝他的胸口开始枪 就这样 我们敬爱的英雄团长 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却倒在了他最信任的魏优娃的枪口之下 英雄 壮志魏朝 死不明顾 向敌人讨厌权 向敌人讨厌权 为残权报仇 为残权报仇 严肃权的魏优娃 严肃权的魏优娃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周汉娃统治 周汉娃统治 凶手魏优娃 杀害了我们敬爱的团长 已经剁了成日本鬼子的走狗汉奸 你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看好好 你是不是还在同情呢 你的立场还绝有哪去了 你还是以为共产党员跟我们战士吗 我告诉你 红振忠 有本事咱们都在朝彼此杀鬼子去 看谁英雄谁好汉 别你娘在那空刷嘴皮了 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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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就在开了 向敌人讨过了军队 向敌人讨过了军队 为团长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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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子们逼我统议 他在乎地争 向敌人讨过了军队 向敌人讨过了军队 为团长报仇 为团长报仇 可信同志 刑事越来越残酷了 你回去之后 一定要多保重 谢谢刑事 这边 我想问你这事 你说吧 老周到底是怎么死的 老周当然是为革命牺牲的 是为了民族大义牺牲的 这点你我都很清楚 我和风扇同志 一起参加革命 这么多年 一起走过来 作为英雄 风扇同志当之无愧 我明白 主连长 你快点 被别人发现了 就麻烦了 我知道 有网子 这件事情已经公布了 政委知道你是处于好心 他会救你的 等这件事情过后 政委会放你出来的 本来 三连连长和指导员的位置 是让咱俩一块去了 可现在 游网子 只要我在三连 指导员的位置给你留着 谁也别想这 游网子 我知道你没睡 刚才营里开完会 大家听说是你杀害的团长 大家都在骂你 说你是日本鬼子的走狗汉奸 游网子 咱这个黑锅背大了 咱这是一辈子的骂名啊 你知不知道 周连长 你小事啊 别让别人听见 哈游网子 你过眼天见没有啊 我不认识你 我没有你这战友 过眼 你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为啥对我这样 你为啥对我这样 游网子 咱们到政委那把事情说清楚 好不好 要不然以后我见你 给你讲 我咋面对他们呢 哈游网子 你过眼天见没有啊 我咋面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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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陪你懂吗 哈游网子 如果有一天 革命胜利 你要是回到家乡 见到我爹我娘 你就替我 紧紧孝心 他们要是问到我 你就跟他们说 跟他们说 我早就死在战场上 有网子 哈游网 啥都别说了 说啥都没用 哈游网 如果要是有来世 咱俩还做好兄弟 咱还跟着团长打天下 行吗 有网子 郑委 郑委 我答应把这件事 调查清楚的 你别跟我胡思乱想 哈游网 你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海王 有件事我想求你 我的背包里 有一顶红军军报 你把我拿了 还有我的枪 离支海洋遭 长征的时候 他就跟着我 我想 我想再看了你 看下我们的烟印好了 是 报告 快进来 郑委 我有新情况 向您报告 有什么新情况 郑委 周团长 可能不是有网子杀 黄振农 这种事情 怎么能翻来覆去 随便说 郑委 这真的 我都听见了 是汉娃子 跟牛娃子说的 我亲耳听见的 胡说 你是相信组织 还是相信 他们私底下议论 郑委 好了 回去吧 这些我都知道 记着 要注意保密 在组织上 没有做出结论 之前 什么都不要说出去 那 那好 我先说两句 战士们在了解的事情 真相以后 都非常愤怒 一直要求 要严审杀害 我们团党的凶手 我们营的情况 也是这样 我的看法是 不杀了这个凶手 不足以平民愤 战士们现在 求战的心情 非常高涨 纷纷表示 要在战场上 要在战场上 多杀日本鬼子 和汉奸狗狗 被团长报仇 郑美 团长 我把全英干部战士的意见 总结了十二个字 陈凶手 平民愤 上战场 报血仇 把小鬼子 赶出中国去 战士们的情绪 可以理解 但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是一个 有组织 有纪律的革命队 就是对待杀人凶手 也应该有一个 组织程序 不能说啥就啥 对不对 对 组织程序是要有的 但是魏尤瓦已 进攻人 而且证据确凿 事实清楚 如果我们 不严惩凶手的话 恐怕会在下面 引起新的猜测和议论 大战当前 军心不稳是大忌 如今战士们 求战情绪正高 所以我认为 这件事不能再拖拖拉拉 要干净利落 予以尽快了结